你只會去一樓的化妝品專櫃買彩妝品嗎 今天我可是要帶大家來逛逛精品等級的美妝店 哈囉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第一站我們就來到了香奈兒 我現在在香奈兒的101化妝品精品店 那為什麼叫精品店呢 因為等等你看到我後面 滿滿的一整排是什麼呢 它居然有賣太陽眼鏡耶 我也覺得還蠻妙的 香奈兒覺得啊 如果說我今天有一個很好的妝 我化了很漂亮的妝之後 可是我戴上太陽眼鏡 是不是也是一個造型的一部分 所以他們大概在三四年前 就在這個101的化妝品精品店 設置了一個非常完整的一個 賣太陽眼鏡的一個區塊 那這邊的太陽眼鏡呢 其實數量也是蠻多的 跟精品店可是不相上下 那我覺得這真的是蠻多 如果你想要去逛一些化妝品的櫃 你又不想要去精品店 其實這邊就是順便可以買到這些 很不錯的太陽眼鏡 接下來啊我走到的是這個化妝品的磚區 就是琳瑯滿目的彩妝品 還有這個就是粉底液 那我其實自己也蠻喜歡香奈兒的粉底液的 那這個粉底的磚櫃啊 這個櫃位區 其實大家有沒有發現一個神奇的小物 因為其實蠻多人都沒有發現它的存在 就是這塊黑黑的東西 它其實是香奈兒的吸油面紙 為什麼擺這呢 因為吸油面紙跟粉底應該是有相互關聯的 那這個吸油面紙啊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香奈兒很珍貴的東西 你看它有一個絨布套 打開來呢裡面呢就是一個吸油面紙 當然有香奈兒的logo 像是一個小手冊的概念 裡面有150片的吸油面紙 然後呢其實它這是做一個抽取式的概念 它是整片可以抽起來 絨布套放在包包裡面拿出來 讓人家幾乎都不知道 你有一個香奈兒的吸油面紙 所以這是隱藏版的小物 真的很適合來逛一下 這邊呢還有一個非常特別的精品香水區 那香奈兒的香水 大家應該都耳熟能詳 像是Number 5啊或者是Coco 那其實香奈兒還有精品香水 是大家可能比較不知道的 可是這是非常厲害的香水 像在這邊啊 它就有非常完整的精品香水的陳列 那其實裡面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 1957 1957它是什麼味道 就是現在很適合 有點白色香溫暖的味道 我覺得香奈兒的精品香水都是蠻特別的 因為就是跟一般坊間的香水非常的不一樣 然後就是而且蠻有個性的 它的包裝設計也是這種很中性 那味道大概有20多種 如果你真的蠻想要瞭解這個精品香水 其實都可以打電話來預約 香氛之旅 可以藉由香水的專家 來透過這些試香陶瓷 讓你能夠聞到每一個 你喜歡的精品香水到底是什麼味道 如果你對於那個精品香水的味道非常喜歡的話呢 香水專家會在讓你試聞很多的圓金 讓你知道這瓶精品香水到底是由哪些圓金所組成的 在101的化妝品精品店啊裡面剛剛有提到一個小驚喜 就是這個有沒有看到這個是化妝包 其實化妝包只有在101的這邊有 那這些啊其實都是期間限定 那是什麼期間呢 就是大概每年大概耶誕節跟過年的時候 那大概就是在11月一直到大概1、2月就賣完 賣完就沒有了 然後都是限定的 那大家看到這個化妝包有沒有覺得非常的興奮 像我現在就非常的興奮 因為我想說這邊我不是來逛化妝品店嗎 怎麼會有這些包包 其實想要介紹這個大的這個化妝箱 就是如果啊你想要放很多東西的話 其實這個化妝箱是很好的選擇 那我想說應該也大家會看過 有的人就是管它的就把它拎成是一個外出包包 因為它的那個裡面空間非常大 所以你看還有兩個小暗袋 哇你看有香奈兒的logo真的是很漂亮 那這個顏色 這些顏色其實都是季節限定 那就是看看看法國來什麼顏色 那就有什麼顏色 那我覺得我自己蠻喜歡這種有點偏橘又帶紅的顏色 就是它顏色很漂亮 那款式的話呢就是化妝箱 還有大的化妝包小的化妝包 另外我要介紹這個鏈袋包真的很漂亮耶 我覺得今天跟我好搭喔 就是你看這樣背著它 然後打開來裡面有什麼呢 就是一樣可以放一些 如果說因為像女生出門其實都沒有帶什麼 就是帶一點點小東西 就是它可以放一些粉餅啊或是口紅 然後呢有拉鍊把它拉起來 就這樣隨身就帶著走了 所以我覺得這間101的化妝品的精品店 真的可以找到這些新奇的小屋 而且非常的時尚 時髦小屋真的蠻特別的 我們現在啊來到了LV的精品店 那我現在站在的是這個LV的香水展示櫃 然後呢在我旁邊是大家都熟悉的 因為我之前也有請她來拍過 就是LV的香氛大使Cindy 哈囉我們又再次見面了 嗨 欸為什麼我想問一下 因為上次我們來到這邊 LV的精品店的時候 這個香水櫃好像不是這個樣子耶 沒錯真是觀察入圍耶 之前的展示台它其實沒有那麼大 那這次它比較大 可以把我們所有的香氛系列 全部完整的展現出來 對因為我記得我上次來的時候 有一個隱藏版的香水 是沒有出現在這邊的 對其實大家一看就知道 有三瓶他們的顏色跟別人都不太一樣 對因為我知道這個叫黑瓶嘛 在一般的LV的精品店 它其實是隱藏版對不對 它是我們很神秘的東方系列 所以就用黑色的瓶身 來代表它神秘的感覺 那你可以來介紹一下 為什麼這三瓶黑瓶是隱藏版的香水呢 那其實這三瓶呢 它裡面都有用一個很珍貴的 香料就是橙香木的部分 對那它其實它的設計的靈感 香味的靈感來源呢 是來自於中東沙漠的感覺 那其實在中東呢 它們是有一個很好的一個文化 就是它們會熏香 所以其實裡面用的香水的成分 也都是跟它們在平時所用的熏香 都是有關聯的 那其實講到中東 大家就會想到沙漠 那沙漠的話 其實我們這個裡面呢 它代表了一整天的沙漠 從它的清晨 然後它的黎明 然後再來它的光跟影之間 然後還有它的夜晚 對那尤其是夜晚 它就是那種有螢火繚繞 煙霧上面的那種感覺 這瓶是不是就是夜晚的沙漠 沒錯 因為它是代表就是夜晚 很寧靜的感覺 我覺得我聞完這三瓶 好像就是在沙漠度過了一天 是不是 沒錯沒錯 對 那我要比較特別去跟大家介紹的 就是這一瓶 它是有結合了我們的千葉玫瑰 玫瑰 對 那其實它的味道是會帶有點女人味 然後又帶一點那種成熟性感的感覺 它其實這一款雖然有玫瑰 但是並不是只有女生專屬 它是男女都是可以很適用的香粉 現在真的蠻多男生 就是中性香水會放玫瑰的 男女都適用 沒錯沒錯 就像廣闊箱啊 它也是會出現在女生的香粉裡面 嗯 了解 除了這個隱藏版的黑瓶之外 這個香水的展示櫃 也有很特別的東西對不對 我知道它有專屬的衣服是不是 應該說這個皮套 是我們專門為這個香水所設計的 但是它其實也可以拿來用比如說女生的刷具啊 一些當筆套啊也都可以啊 裡面可以放筆 放文具都可以 對 當個筆套感覺真的是 很適合 很適合 對 因為像LV就是一項跟旅遊是非常有連結的 這個當你在旅遊的時候 你放可能比較貴重的東西 它也可以比較防壓防撞 所以在這邊可以買到這個很特殊的這個香水的筆套 對 香水筆套 跟我們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對 我就想說 LV的這個香氛蠟燭上次你介紹過 大家也非常非常的喜歡 聽說這個其實是一個展示的罩子 對 其實大部分客人看這實在太喜歡了 他希望他家裡的布置的那個 蠟燭的陳列方式也跟我們店上的一樣 就是比較有高級感 那它的好處就是其實也可以防灰塵 對 那LV聽到各位的心聲了 LV真的是有求必應耶 我想買就是賣給你 沒錯 千戶萬換終於使出來了 就是我們這一個玻璃的罩子 那它比較好的地方是呢 它下面還有多了一個皮革的皮套 喔 這是全皮的 手感非常好 對 而且很挺沉的耶 對 挺沉的 而且你可以試試看 它兩個重量不一樣喔 這個跟這個重量不一樣 很好 喔 很有感覺吧 喔 很有感覺 像這個是展示的就比較輕 它就只是玻璃而已 這個的話我們用到水晶玻璃 所以你會發現它是比較通透的 然後手感上也比較扯 那它的好處就是 它比較不容易流刮痕 它不是只能放蠟燭而已啊 你可以呈現的香水的高級感 它也是很容易的 對 所有東西放進去裡面就高級了 就是陳列進去就是高級了 對 沒想錯 哇 想不到LV有這麼多隱藏版的這些精品 可以讓大家在逛的時候還可以買 真的是蠻貼心的服務耶 什麼都有 什麼都賣 對 什麼都有 什麼都賣 OK 我們現在來到Dior的香芬世家 這一間櫃可是全台灣唯一的 香芬世家的香水櫃喔 那我們請到香水師Olivia 來跟我們介紹一下吧 香芬世家其實你會發現 我們所有的員工啊 其實他都穿著 我們受過訓練香水師 都穿著很休閒的西裝外套 對 跟一般的Dior的櫃姐不太一樣 對 我們就是希望你走進來 就是像走到一個巴黎的工作室 所以其實是有一點悠閒的 對 你不會覺得你進來 需要做很多太正式的資訊 那我現在要帶大家看一下 為什麼今天要來這個 Dior香芬世家 因為它有一些隱藏版 就是你沒有想到賣香水的 怎麼會來賣這些東西 那是哪些隱藏版的小物呢 我們請Olivia來幫我們介紹一下好了 像現在啊 其實大家非常喜歡使用香芬蠟燭 對 但是其實蠟燭其實有非常多的 周邊產品是大家會被忽略的 對啊 你們Dior也有香水蠟燭 然後還有一些很特別的周邊產品 希望每一個人買我們家的產品 都可以看到Dior像自己的家裡 跟Dior的精品店一樣 所以蠟燭的周邊產品 其實我們有提供像這樣子的洗珠器 哦 它是把蠟燭熄滅的 對 而且其實你們Dior香芬世家的 不管是蠟燭一些瓶器 好像都會有這樣子的圖案對不對 其實大家會發現我們香水的瓶蓋啊 其實它也是有像這樣子 法式線版的呈現 對 應該是一樣的 它是比較俐落的 對 所以其實我們把很多品牌的元素 跟我們Dior真真對於品牌的期望 都展現在商品上面 那今天其實除了你使用蠟燭的儀式感 跟香氣的放鬆以外 其實你帶了這樣子的產品回去 其實你會覺得自己家裡 就跟精品店一樣 我們家Dior有一個非常特別的東西 其實是絲巾 真的 哇 其實很漂亮耶 然後其實我們這一個系列的絲巾 它是以塔羅牌作為靈感的 然後其實絲巾在我們Dior 我們把它稱之為Misa Misa它其實是我們當年 品牌創辦人Dior先生 它的一個智友 對 然後它也是當年 因為這種時髦的時裝設計師 它身邊都會有一個muse 其實Misa就是它的muse 所以它是絲巾的靈感來源 它其實就是完全是 你在精品店會看到的絲巾 那我們很希望 其實像可能真的有一些媽媽 或者是真的你平常 不是這麼適宜噴香水的場合 那你就可以將絲巾帶上香水 然後把它噴上去之後 當作一個香氛的配件 我覺得不錯耶 把香水噴在絲巾上面 然後它可以繞在手腕上 放在包包上 其實就是這個味道還是跟著你 可是不是噴在你的身體肌膚上面 對 所以這也是之所以 為什麼一個香水店裡面要有絲巾 其實它就是一個配件 那我們希望大家不要把絲巾 當作是一個只是包包的裝飾品 或者是保護包包的工具 而它是一個你全身的點綴 那我想問一下香氛世家 如果以現在這個季節 你會最推薦哪一個香味給大家呢 因為畢竟這還是香水貴嘛 其實大家都會對於香氛世家 尤其是男生的客人 我們其實非常希望能幫助男客人 找到不同的味道 那我們在秋冬其實推薦了兩個香氣 一個是比較中性的暖木印記 然後一個是一樣是非常優雅 清爽一點的陳露玫瑰 其實香氛世家的這個香水瓶身 就是感覺很中性耶 就是完全沒有太看起來 就是不分男女對不對 然後我們其實也希望大家會發現 我們的瓶身都長得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希望把重點是放在 裡面的香水的液體的呈現上 所以你們會發現 其實它的顏色也會有一點不一樣 當玫瑰是比較溫柔一點的時候 它就會是一個淺粉紅色 然後如果今天像暖木印記 它是一個比較中性的 它就會是一個咖啡色的感覺 就好像一條隱形的圍巾 包覆這裡的那種氛圍 很好聞耶 其實女生也很適合耶 然後另外就是女生一定是最喜歡的 玫瑰 因為玫瑰這個味道 真的是不管是哪一個東西 西方國家女生都最愛玫瑰 像我們介紹的這一支呢 是陳露玫瑰的香水 那其實陳露玫瑰你會聞到 它有一個帶著像露水 不是那種很濃郁的花香 其實也蠻適合就是 喜歡一點點花香掉的男生 我覺得也可以 對 男生其實也可以 這一支是非常多男生會去使用的玫瑰 因為最近也蠻多男生的香水裡面 加了玫瑰的味道 所以也非常流行 就是這兩款香味 真的是大家可以買來自己用 或者是送給你的男朋友女朋友 還可以互相一起用 所以你們可以一起用一個味道 然後一起分享那個香氣 我們現在來到了Biredo Biredo在台灣 大家都認為它是個香水店 其實不是喔 我們來問一下Josh 所以其實Biredo在台灣 大家非常熟悉 它進來就是室內香氛 然後個人的香氛等等的東西 那在國外特別是那種街邊的獨立的旗艦店 你進去除了這些你可以看到的東西以外 還有一些那種大的皮件 包包啊 卡夾啊 側背包 鞋背包 墨鏡等等的東西 其實都有 那台灣的話其實有一些比較小一點的皮件 像是蠟燭的皮革套 或是隨身的那種小的香水皮革套 聽說它的皮件很厲害對不對 它的皮件其實工 大家有空的話可以仔細去看一下 它其實做工非常的細緻 而且皮的血量都非常的好 那其實我們回歸到台灣 因為台灣目前就是有香水嘛 還有等一下我們要介紹的一個 意外隱藏版的東西 對 可是我想說大家對Biredo的香水 還是非常非常的有興趣 對 對 那你可以介紹一下 聽說Biredo有一款新香 非常的好聞 Biredo它現在有一款最新的香水 叫做Lilafler 叫初蘭狂花 初蘭狂花 是 你可以聞聞聞看 你覺得它是一個什麼樣的感覺 臨場考試 就是很好聞啊 哈哈哈哈 它其實它的靈感是來自於就是 青春期 就是一個每個人都經歷過的一段時間 難怪好遙遠喔 對 不要這樣子 所以它其實是非常的複雜 然後它其實有一些就是 柑橘跟花香的吊進在裡面 然後帶出比較豐富的 像是它的木橘跟它的番桶花的感覺 然後就用以香草做一個比較柔滑的結束 而且它很特別 它在每一個人身上的味道 完全的不一樣 而且是立即噴上去 你就可以感受到它不一樣 為什麼它做什麼特殊的機關嗎 因為掛青春期一樣 就是每一個人的那個情緒 變化的變動都非常的大 所以就是伴隨你的青春期的激素 或是你缺乏了什麼東西 它幫你補足 所以青少年適合這個香水嗎 它其實我覺得 所有人都適合 但我們回到青春期 是 回到最初你就是最有情緒 然後情緒最高昂的那個時候 對 所以那現在 這個是最新的嗎 那現在反應如何 它其實 而且它最近有出一個限量的包裝 就是它的蓋子不是黑色 它有六個顏色可以選擇 Biredo果然是也是香水真的蠻厲害的 對 可是我們今天除了這個很厲害的 繽紛多彩的這個香水蓋的這個瓶子之外呢 我們要介紹一個非常讓大家意外跌破眼鏡的隱藏版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Biredo的彩妝 它真的也蠻特別的耶 我們想要請Gia老師來跟我們講一下 Biredo的彩妝的設計靈感是什麼 那其實Biredo的彩妝 它的設計靈感 就跟它的香水一樣 它不分性別 你可以隨心所欲打破彩妝的規則 去做使用 所以你想要放在哪裡都可以去做運用 特別是像你看到這個唇膏 它就設計的像是那個 部落圖騰跟古文明有連結的那種 浩角 牛角的形狀 因為它是歪 就是有一點點弧度這樣子 對 有一點弧形 所以它是那種有機的這個線條 去呈現出來 聽說這支護唇膏 目前就是大缺貨當中 對 因為這支護唇膏 大家都非常的喜歡 原因是因為它上起來 就是霧面不會泛油光的效果 所以非常多的男孩子女孩子 其實都很喜歡 因為它讓你擦完之後 不會覺得自己嘴唇有油亮油亮的感覺 今年其實特別流行的 當然還是會是像這樣子 有一點那種土色系的顏色 其實它擦起來的顏色是非常漂亮的 那我今天想要私心推薦一支 私心推薦 我覺得它很美很美的顏色 這支叫做Reunion 其實在白瑞朵的唇彩上面 它都會特別取名 像這支就是在蟲聚的意思 所以這一支唇彩就會非常適合 我覺得在我們亞洲人的皮膚上面 顯得很好看 對 反而會讓你的皮膚 看起來很有光澤 而且是很襯膚色的 對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我們今年年底上市的眼影彩盤 對 我覺得眼影彩盤 感覺好有藝術氣息唷 你看這個包裝感覺 這是什麼樣子的一個設計 其實它這個涟漪的設計 就是像你水滴 滴到我們湖面 然後它就會呈現一個這種涟漪的效果 對 還有另外一個我覺得說 這是一個藝術品嗎 還是一個展示品 這個有點像小辣椒的樣子 是什麼東西 有人就說這是蔥 這是辣椒 喔 剛好炒菜可以用 對 它其實不是辣椒 它的概念也是一樣來自古代瘦芽 方便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手可以抓握 喔 也是有巧思的 那你會推薦有哪些人 很適合來使用白瑞羅的彩妝嗎 其實只要你是愛漂亮 一對眉有興趣 而且你對色彩是有感覺的人 自己都可以來做使用 特別是像我們的這個 幻彩膏 Color Stick 它就是針對這些顏色 針對你膚色上面 你的眼影 你的腮紅 你的唇彩 你可以自意地去做運用 它沒有限制 沒有限制 所以喜歡玩色彩的人 都很適合來看看 白瑞羅的彩妝 沒錯 今天就是我們介紹 四家精品級的美妝店 在裡面真的有很多 意想不到的隱藏版小物 如果你還有什麼其他彩妝 保養頭髮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 掰掰 現在站在的這個地方 就是香奈兒的 LV 對不起 我剛剛在香奈兒講迪藥 對不起 對不起 對不起